台南最后北区一间饭店 来通过四车并职 当时也来古办公司机关 公益华董 对着驾驾到12月10日 饭店会提拨民众来接消费的金页10% 作为到伊甸基金会的新众青人的 集合计会金会 希望这有到专台颅客的收获 来协助新众青人完成望胜 台南市北区四车结果冠 再次有一间 最后孤行四车表中改百二十 以及十年庆公益 外当记者会 要加到市长文贵 以及各界代表李林参务 市长文贵地鼠 感谢饭店中提供 给务客 最后好的服务品质 以及大宿体验 并辅助 六世俗文 再度跟伊甸基金会 作会合作作公益 饭店对社会公益的这个努力 长期以来和我们伊甸基金会 来做最大的合作 那能够让我们社会更感到温暖 就说饭店彼此 而饭店本身品质提升 也不忘从事社会公益 这点我非常感谢 伊甸南区区长张梦宜 感谢饭店彼此 热心悔悔公益 不只是观看 在这个困难到新华市场上 给新众青年 很多的帮助哦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也不是从市区 我们在场 有几位是我们 我们的心障碍的年轻人 他们非常高兴 从新盈 听说是市长的故乡 来到市区哦 那等一下要让我们看一下 他们到底 学会了什么样的烘焙技术 那也许有一天他们渴望 可以在像复兴这种 四星型的大饭店里面 得到一份工作 市府观光流域局局长郭政会表辞 感谢饭店彼此 为台南带来好消息 观流局的持续努力 辅助台南的流速彼此 提升台南区 大小的品质 也会帮助 刺激 流管的敏感 并提出相关的补助 流速彼此 可以到家来利用 既然成家生 北区彩虹伯德